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石家庄是一座魅力四尺的城市 它的头衔还很多 比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文化和旅游资源相当丰富 2019年被评选为 中国十大业经济影响力城市 还被选为首批5G商用城市的名单 可以这样说吧 石家庄是随着现在铁路的开通 崛起的新兴城市 当地老百姓开玩笑的说 是一座由火车拉来的城市 石家庄是年轻的 它扎根在这个土地是古老的 也是富导的 一百多年前 石家庄确实是一个小村庄 只有35户人家 如今是一个管辖人口超过一千一百万的大城市 市区总人口就达到五百多万 跟现在的新加坡人口差不多了 石家庄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它正在努力地打造中国耀东 还有华北重要商铺 以及津津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之一 我们公司也被石家庄人民政府评为 新加坡文化和旅游的推广中心 说起石家庄的名称古迹 被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新罗旗簿 它既有历史悠久的古建筑 古遗址 也有现在的红色旅游圣地 还有绿色的美丽的风景区 从富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吃米虾尔的美食 小吃还有名称产品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下面我就一一介绍 谈起石家庄的旅游 首选的就是西北坡 它住在平山县境内 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被誉为中国命运决定于此村 还有的说是中国革命从这里走来 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是新中国诞生的摇篮 西北坡这个地方有很多 当时中国中央领导人所居住的地方 还有开过西街二中全会 到这里参观必须要去的地方 就是西北坡纪念馆 珍藏了很多元件 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貌 西北坡也是中国五大革命胜利之一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国一级的景区 除了红色这里之外 这里面三川特别秀丽 是著名的风景区 值得游客们去参观和游览 第二个向大家推荐 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州桥 赵州桥也叫安济桥 也叫大师桥 实践于隋代 它是由当时著名的李春师傅 带了一大批农工桥匠 建设而成的 是实际上保存年代最久 跨度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厂间拱桥 欧洲到了19世纪中期 才有类似的拱桥出现 比如我们石家庄 这座大师桥 晚了1200多年 1991年 赵州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认定为世界第12处 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它与埃及的金字塔 巴拉玛运河 埃菲尔贴塔等 世界著名古迹齐名 可见在世界的影响力也相当大 它是中国四大古桥之首 对中国古代桥梁的建筑 和世界桥梁的建筑发展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关赵州桥 还有很多动人的民间传说 大家都知道了 八千过海里面的张国老 盗区毛驴 在桥上留下了印子 还有这个财房爷 推的小车 在这个桥上留下了痕迹 还有膝盖的留下了印子 有关鲁班师傅的传说是最多的 与赵州桥遥遥相望的 有一座两千多年历史的百灵禅寺 它实现于东汉年间 在唐朝玄奘准备去西行到印度取经的时候 之前曾经在这里面学习过 这个百灵禅寺早在古代 就是燕照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 它是在中国禅宗史上 十一座相当有名的祖庭 也是中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每年相往特别旺盛 前几年我们和金塔寺的法作大合照 它带队组织了好几百个三男性女 前往百灵禅寺 已经连续好几年了 出去每年也就吸引了众多的海外游客 苍延山位于石家庄市的景景县境内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它的千年古上是福庆寺 它以其悠久的历史 卓越的建筑艺术 石银霞 数有五月奇秀 蓝衣山 太行群峰 围长年之说 它实践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代 据悲客记载的隋阳帝的女儿 南洋公主 在这里曾经出家为妮 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了 这里有所有的建筑就是依三世而建 跨于悬壁上面 最有名的代表就是桥楼殿 在两个悬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就跟那个有点像赵州桥市的建筑 当地有一首对里而写的是 万丈红桥望主为天光彩云供楼飞 就是一两世是一线天 俯汉是万家深渊 不适先进 圣死先进 这个是中国三大悬红寺之一 我们经常出门旅游的人都听惯了什么 这个景区有三绝 四大 八景 最多是十二圣 长野山的地方有十六圣的景观 这个景色各有特色 吸引了好多中外游客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 很多大陆电影工作者 还有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导演 都喜欢到处来拍片 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和电视剧 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就是 汐游记 卧虎长龙 木乃伊山 花火兰 白龙剑 还有鸡毛信等等 好多电影都在拍的 这个景色叫你看了之后都流连忘返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的是 这个长野山的庙会也是远近闻名 它历史长远 民俗特色非常鲜明 每年改庙会是有热闹非凡 不久前第七届石家庄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是在湛黄县隆重召开的 湛黄是太行山最绿最美的地方 它是一个千年古县 集历史人文生态为一体 它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张石岩 张石岩可以说是湛黄旅游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从石岩庄到这里才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风景民政区 被拼选为河北省最受游客喜欢的地方之一 也是太行山的精华所在 这里的这个地貌和这个丹霞地貌 张家界地貌并称为中国旅游沙岩地貌 三大并列 这个最具特色就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灰婴壁 被列入基尼斯纪录 张家界地貌并下天就被凉爽 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只有22度 号称是北方两岛天然氧发 在石家庄周边这些县里面 还有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平山的駝梁 駝梁因为它山顶像一只骆驼因此而得民 这里的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原始状态 所以说植被也没有被破坏 当地人们说山有多高 这里面水有多高 是太阳山的一块绿色宝石 到处都绿意冲冲 景色相当迷人 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去 它都有特色 牧村五月时去的时候 杜金花盛开 山花烂漫 五元六色 美国圣收 如果历日延延了夏天 到这里来 绿意冲冲 烟雾环绕 秋天就不用说了 有黄叶的树叶 红叶的树叶 陈林镇 漫山红遍 冬天就是白雪崖 一派北国风光 所以说一年四季 平山魅力 都在这里可集中地体验到 石家庄还有一个著名的古迹 就是秦皇古道 它离石家庄有三十多公里 整个贯穿于太行山 这条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 当年秦朝皇统一中国之后 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一道 锦兴古一道是干线上的重要一段 在公元前229年 秦朝大将王俭在这里伐造之战 以及公元前204年 刘邦首下的大将韩信在这里一朝圣多 举行了一个被水之战 还有在公元756年唐代的名将郭子怡 在这里大败十四名平定了暗时之乱 1900年也就是120年前 清代的刘光才在这里打响了抗击八国联军 庚子战役 所以锦兴这个地方大大小小 历史上发生了集市场重大的战役 可以堪称中国著名的古战场 很多陈宇都跟锦兴有关系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石家庄天桂山景区 它是河北城三越古萨型的封锦兴城区 处有皇家道院 还有北方桂林之称的尾玉 天桂山的青龙关 相传是明末皇帝崇征 在这修建了龟隐行宫 大家都知道白茂女的故事吧 当时在中国是家义户晓 它就发生在天桂山一代 在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 1997年为了迎接香港回归中国 在天桂山高达1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面 写了一个巨大的繁体字的龟 就是回归的龟 看这个世界最大的汉字 今天我就在《迎游中国》 石家庄片的节目中 用的是《诗圈诗美》石家庄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石头村的故事 这个村上全名叫瑜伽石头村 这是一部用石头书写的家族村 他建于明代成化年间 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了 这个全城人98%都是姓瑜 就是甘钩瑜 他们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 也是民族英雄于谦的后代 500多个春夏秋冬过去了 于谦的后代用他们的勤劳双手 开山着石 就地取材 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 借成这个梯前盖屋修房 造成石器 随处可以见到石屋石房 石桌石凳 石路石桥 以及石眼子 还有石舞台 到处都是石头文化 它成为河北省唯一一个 古春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是一个特别传奇的旅游圣地 我的很多新加坡的客人 还有马来西亚印尼的客人 凡是去了石家庄的 到了这里都是流连忘返 他们非常喜爱参观 明清保持完好的这一条石头街 里面可以回顾历史 感慨万千 十圈十美石家庄 既有厚重的历史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石头村 也有24小时营业的 高颜值的 现代模型的深夜书屋 启明书店 这个书店内设有 图书销售区 还有文创产品区 还有读书体验区 还有咖啡 天品 这个吧台等等 书店不定期的举办 作者和读者见面会 还有阅读的沙龙会等等 相当有意思 我认为一个省会 就应该有高颜值的 也就是高大上的 读书气氛的书店 我也相信 这个书店会成为 人们自拍打卡的一个 频率相当高的地方 我觉得一个城市 应该多一些书店 而且特别是有特色的书店 我自己本身 到一个城市去 都喜欢去它的书店 或者是图书馆 或者是博物馆 众所周知 突出起来的新冠病毒疫情 给全世界都造成了 重大的损失 我们大家都 甚受其害 但是呢 这个疫情呢 同时也改变了 许多人的观念 大家对这个健康养生 就更加重视了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 医领生物医药产业园 这个产业园呢 位于我们石家庄东开发区 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 表现突出的是 莲花清温 就出自伊林药业 这个园区呢 整个设计是 与传统的中医文化 与现代创新科技相结合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神奇的中草药植物 探索神秘的百草园乐趣 我们一一体验 中医药神奇的魅力 起开不同寻常的抗养治理 在这里 我们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也是伊林药业的掌舵人 吴伊林教授 走进我们云游中国的频道 为我们广大的观众 讲几句话 大家好 我是吴伊林教授 欢迎大家有机会 到石家庄做客 也感谢李良一先生 邀请我通过云游中国频道 向大家问候 祝各位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谢谢 谢谢吴伊林教授 下面我也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 河北省著名的健康养生专家 王卫国医生 他也走进我们的节目 向广大的观众 介绍中医养生之道 我们曾经组织过很多团队 坐河北红龙的飞机 飞到石家庄 参加伊林的健康养生活动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好多热心的听众 就问我 什么时候在组织团队去 我跟大家讲 一旦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会组织 一批一批的健康养生的爱好者 我们会飞往石家庄 再次走进伊林药业 这个健康讲座里面 教给大家的是 脊柱训练功法 这套功法呢 对我们的颈椎病 脊柱相关病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同时 它是一种疏通我们人体 十四经络 非常好的一种功法 大家呢 平时每天早晚 坚持练习 30分钟到50分钟为一 脊柱训练功法 双腿呢 以肩同宽 脚尖冲前 微微内收 上肢呢自然下垂 掌心向前 骨指呢 用力的伸展 尖 用力的外转 用力的收下额 双手呢 由外向内 慢慢的抬起 在胸前 是指交叉 慢掌 用力的向前推 慢慢的向后腰 双侧双肢 形成的平面 超过耳朵 用力的向上拉伸 好 慢慢的向后 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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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肘肩 和食指 交叉的点 三点连一线 用力的向后 向外展 用力的向外拉伸 掌心 远离枕后 好 用力的向上 好 慢慢的向前 翻掌 用力的向外展 向外展 向外拉伸 好 慢慢的向前 好 慢慢的向前 好 可以慢慢的回备 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为我点赞 分享 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 我们下期见 还可以 点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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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